嗨 大家好 我是Am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素食 很久没有分享素食了 有许多人喜欢吃素素菜 英文叫vegetarian 吃素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里面的维生素 维生素C 还有些花青素 大家都知道我分享了许多之前 要找一些 颜色生的那些素菜 水果 那么做成的 素菜沙拉 营养就不会被破坏 今天我就跟大家用 西兰花 红的洋葱 红皮的苹果果仁 核桃仁松脂仁 做一道全素的凉拌菜 请看视频吧 新鲜的西兰花 只要半颗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切成小块 再用刀把它切开来 将外皮把它剥掉 再把它切小 切成小块的西兰花 更能够腌制入味 好切完了以后 开始清洗 用桃米水清洗浸泡 再放小苏打和盐 浸泡十分钟 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锅中放水开后 放入西兰花 盖上锅盖 焖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就把它们撩出来 沥干 将核桃仁烫洗一下 浸泡一下 将里面的杂质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备用 将苹果外皮洗干净 将苹果切成四大块 只去掉 切片 然后再切湿 备用 准备红皮的洋葱一个 将两头切除 剥去外皮 将洋葱切成薄薄的薄片 备用 将煮过的西兰花 沥干水分 倒入碗中 将切好的苹果丝 放在碗中 将切好的洋葱片 放入碗中 倒入两茶匙的 我自己做的营养盐 加入新鲜的柠檬汁 加入白的芝麻 加入黑芝麻油 一汤匙 将它们搅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 好 二十分钟腌制 好了以后 最后 最后再撒上我最喜欢的松脂仁 一把 然后再放入刚刚已经烫好的干净的核桃仁 把它们一般为二 放入碗中 放入碗中 好 将它们搅拌均匀 好了 素食的凉拌菜 马上就做好了 看看色彩鲜艳 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花青素 这就是原汁原味的素果凉拌菜 吃素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最后分享一道简单的凉拌菜 大家一看 都知道这是黄瓜 这个黄瓜跟普通黄瓜 口感是一样的 唯一的它就是 比一般的黄瓜要小嫩 适合做凉拌菜 这个黄瓜在我们店里以前是买的最好的 然后轻轻拍一下 然后把它切碎 给它腌制一下 很简单 黄瓜里面撒一点细盐 颠一下 这个就是纸甘蓝菜 有点像包菜 比包菜要贵一点 含花青素每百克 105.9毫克 剥开几片叶子 然后清洗干净 正反面都要清洗干净 将它切成细长条 然后把它切成湿 切好了以后 和黄瓜放在一起 将它们搅拌均匀 也可以放一些蒜泥 再加入新鲜的柠檬汁 这纸甘蓝还有点微微的甜味 挺好吃的 再加一点正姜香醋调味 再加入黑芝麻香油 增香 然后将它们全部搅拌在一起 搅拌均匀 好这就是一道很简单的素食凉拌菜 好今天的素食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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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